哈囉 大家好 我是Erica 今天沒有大餌 我現在人在大安森林公園 我以為這個時間不會有人想野餐 因為我以為野餐這件事情已經過了熱潮 殊不知 超多人的耶 我的媽呀 那我們這次準備的 都是自己去外面買的 就是沒有任何東西 是我們自己手做的 因為經過了前幾年 去年前年幾次野餐的經驗 我真的覺得用買的就好了 做的真的是太麻煩了 我覺得買的就是又好吃又方便 那我現在要野餐啦 然後放大了去忙他的 這個是朋友們帶的 這個是佐卡的披薩 然後跟墨西哥寶餅 這個據說還蠻厲害的 我來試試看好了 它就是包起司跟肉 然後我現在沾的是酸奶醬 在哪一間 我忘記名字了 Twinkies 我想放屁 我朋友都比較失控 我朋友都比較失控一點點 趕了啦 趕了啦 你根本就吃一個 露爽的 你根本就吃一個 還蠻好吃的耶 這個酸奶醬很好吃耶 我要趕快把這個野餐影片錄完 我真的好累喔 好吃耶 這個有店面嗎 算了耶 我去要加碼 有店面 朋友們沒有一個人想要理我 就是我一個人在邊邊 然後自己錄我的東西 OK 很壞 很壞耶 沒關係 這是酪梨醬 酪梨醬 酪梨醬跟他醬 我以為他沒在錄了 今天幫我們又剪掉了 很累耶 我要放屁了 我找一下上風 最近我真的很深受 朋友愛放屁的困擾 他們不會 真的太噁心了 我們下一集在聊 放屁的朋友困擾 超好吃的 這個推這個推 你去現場吃會熱的更好吃 真的假的 我覺得這樣就一定很好吃耶 我喜歡 因為熱的時候它起司吃軟的 大哥你會喜歡墨西哥菜嗎 我很喜歡墨西哥菜啊 那墨西哥菜還不錯啊 喔我前陣子有聽說 人家說披薩要怎麼吃呢 披薩要把它捲起來吃 欸我真的好亮喔 這是冷氣啊 對啊人家不是說那種 薄片披薩是要把它捲起來吃的嗎 所以我現在要捲它看看 這什麼口味啊 忍掉了 佐卡口味 對 它這名字叫佐卡披薩吧 佐卡披薩的佐卡口味 還蠻特別的味道 但是我形容不太出來 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披薩真的好吃的嗎 我比較喜歡這個墨西哥 墨西哥把餅 就要量掉了 而且它不是屬於那種 起司很多的那種披薩 我喜歡吃起司很多的 好好吃喔 這間怎麼那麼好吃 這間聽說它的店是在 延集街上華視的附近 我會再把店面資訊放在下面 方向一致一點啊 方向一致一點 不要來回甩 不是來回甩對不對 認錯富間超有 對不對 這感覺 欸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你這會爆啦 你氣不夠 氣不夠啊 欸這個真的太累了 這個不要一般人 不是一般人做的來的 如果年紀大的話 請問不要做這種事情 阿這裡你年紀最小的 不要老實說 我好了啊 坐坐看 太少了啦 這太少氣了啦 好不來 坐坐看 再來一次 我可以一抓就爆炸 我可以一抓 我可以等於很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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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 放 哇 哇 哈哈哈哈 太重了 哈哈哈哈 這個死船沉進去 這個這個 我覺得這個商品 真的 好了啦 下一道是 姊妹買的 少女甜點 就是1789 馬卡龍 還有人愛店跟周俏店 你覺得我要吃哪個口味 巧克力 巧克力 然後焦糖 蒸果 那我要蒸果 我要吃蒸果的 欸這也太美麗了吧 就是完全就是少女系甜點了 椰菜就是要吃這種 因為已經在那麼做做的環境吃 那麼做做的東西 這樣才對 不是在一個做做的環境吃 一個麻煩吃的東西 你說什麼 你說誰做做 我朋友都比較難相處一點 你知道 生活中總是會有一些難相處的朋友 我們要對他抱著包容的心 我還要來吃吃看了 蒸果馬卡龍 他蒸果味很濃欸 很濃欸 而且 他不是像那種 因為我外面常常吃到一些 馬卡龍超紫甜的 我超討厭 所以 本來我姊妹 我不敢說 本來我姊妹有問我說 我會買馬卡龍 他想說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這有點強 這應該有80分 強欸 因為我本來不是個愛吃馬卡龍的人 可是我覺得馬卡龍就是吃一個就好 點到為止 同一間店的泡芙 但他只有兩條 所以我不好意思吃 我們就先放著 但我相信他應該也是強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試試看看 讚喔 自己帶的草莓 很老派 怎麼樣 囉嗦 你管我 你管我 行來 這行龍詞竟然是用讚 比讚 來 沒有啊 我們不要在乎外面的這些瘋瘋 我們不在乎這些 我們在乎的是漂亮的草莓 我剛剛以為它是草莓類的甜點 它其實只是草莓本人 草莓直接沾砂糖吃 我買兩顆 他講給啊 他120幾喔 125 120啊 馬卡龍 而且草莓直接沾砂糖吃是好好吃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在下面留言 然後要記得分享按讚喔 然後記得按訂閱 然後記得開通知喔 謝謝大家 掰掰